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老实人对别人善良 不等于别人都会对老实人善良 很多人就是在利用老实人 狠狠地踩着老实人 让他不得翻身 并且把老实人的利益算到了自己头上来 聪明的老实人渐渐远离了以下这几种人 与人交往惹不起躲得起 远离各种伤害 也是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 作为老实人 要坚持交往善良的朋友 远离美安好心的朋友 俗话说 爱贪小便宜就会吃大亏 很多人就是善于利用别人贪小便宜的特点 从中获利 比方说 一个买健身器材的人 开展一次送健身礼品的活动 吸引很多贪小便宜的人参加 然后每个人都发一两件小礼品 同时对参加活动的人进行鼓吹 导致很多人都买走了健身器材 本以为这种事情是减便宜 结果回家一查 发现自己买的健身器材都是杂货 或者价格高的离谱 又比如 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回报时收益 把自己的老本放进去做理财投资 结果被跑路 输得血本无归 这个世上钱最难赚 人人都想赚 谁都不容易 天上没有平白掉馅饼的事情 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个老实人就要远离爱贪小便宜的人 因为你和这样的人交往了 也会被他的言行所感染 也会觉得很多机会能够有利可图 结果自己慢慢地就损失了利益 或者花了很多冤枉钱 可是 老实人花了冤枉钱 也不敢去找别人的麻烦 不能够想办法挽回损失 最后的结局就是吃哑巴亏 二 说话很虚伪的人 老实人 耳根子软 别人说几句好话 就相信了别人 就把对方当成朋友 我的表弟 张华 去年和几个同学一起做柑橘生意 从本地买了十多吨的柑橘 到北方去卖 前前后后忙了一个月 后来算了一下 亏本了一万多 为什么张华要去北方买柑橘 原因就是 他的同学对他一顿吹捧 说北方某个城市很好赚钱 水果的价格高得离谱 他就轻信了别人 买了辆车柑橘拿到北方 才知道价格低得离谱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剑 张华只能硬撑了一个月 含着泪把柑橘贱卖了 说话虚伪的人 多半没有一句真话 你和他交往越密切 越觉得自己本事很大 越觉得对方就是你可以依靠的人 这样的错觉会让你迷失方向 甚至产生了一郎子大的心理 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对于虚伪的人 还是夺原点 因为他的话一定会害了你 并不是帮助你 真正帮助你的人 会说话很中肯 虽然话难听 但一定是真话 三 总是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两种人 一种天生不喜欢麻烦别人 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解决 宁欠人钱不欠人情 同样 他们也不太喜欢别人老是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来麻烦自己 另外一种人 老喜欢麻烦别人 有时没事都跟你闲聊 喜欢让你帮忙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比方说 一个人要出国旅游 问身边的朋友 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一位朋友不但欢喜接受 还列出了长长清单 就因为这个人是个老实人 又比如 一个无业的人 他通过某个部门的朋友 帮助其他的办事 从中获得了好处费 一旦他遇到了一个老实的人 就会厚颜无耻地麻烦老实人 他自己就获利无数 老实人要提防那些 总是麻烦别人的人 要看看他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需要办什么事情 如果是举手之劳 帮助你两次就好了 不要让别人总是麻烦你 否则 你会感觉对方是贪得无厌的人 拒绝别人 也是老实人要学习的功课 事实上 拒绝了别人 自己的麻烦就少了 会活得更加自由 四 有犯罪前科 还不思悔改的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 放人之心不可无 有犯罪前科的人 也许经过改造 慢慢就变成了好人 就改变了人生方向 也许依旧是 累交不改 继续在社会上信封作纳 因此 你遇到有犯罪前科的人 还是多长一个心眼 懂得观察对方的言行 不要轻易和对方交朋友 我的同学阿伟 前几年因为偷到东西 被劳教了两年 后来从劳教所出来 就假装成好人 到处交朋友 还让朋友帮助他找工作 朋友珍珍以为 阿伟已经变成了好人 就推荐他到一家电子厂上班 可上班了一个月 他就从电子厂偷到了 价值亿万多的金数 后来阿伟逃跑了 电子厂老板找到珍珍 要珍珍赔偿损失 珍珍哭笑不得 怪自己瞎了眼 交错了朋友 看错了人 那些有犯罪前科 还不思悔改的人 你以后遇到了 就一定要原理 如果你是老实人 就更要躲开这样的人 因为他与你交往 一定是动机不纯 欲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 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 她从不告诉人 她读什么书 去过什么地方 有多少衣裳 买过什么珠宝 因为她没有自卑感 我们总是会发现生活中 有那么多喜欢炫耀的人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像别人炫耀会很大程度地 降低别人对你的好感 显得自己格局很低 炫耀是因为自卑 需要在炫耀中找到自信 都是因为不够强大 因此 越是最底层的人 就越喜欢炫耀 喜欢炫耀的人 为什么老实人要躲开 因为喜欢炫耀的人 往往会让你误以为遇到了高人 还希望他成为你的贵人 可是他本身是没有本事的人 只会让你变成一个爱炫耀的人 我们会发现一个天天在朋友圈 炫耀自己 普天下都是朋友的人 也许这些朋友都不认识他 一个天天在朋友圈 发自己旅行快乐的人 也许他总是做不出户 他只是在配图片而已 一个每天都读书的人 也许就是在某个图书馆打卡而已 从来没有认真读书 一个炫富的人 也许是一个穷人 坐在别人的宝马里拍照 在奢侈品牌的店铺合影 遇到这样的人你都要远离 因为他们都是不思兴趣的人 是内心很虚伪的人 你要懂得和这样的人交往 你也会被同化 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踏实 虽然说每个人都有炫耀的心理需求 适度的炫耀偶尔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些乐趣 可是虚假的炫耀或者过分的炫耀 只会让别人觉得这样的人极度地自卑 所以说你努力要炫耀的就是你缺少的东西 我们可以缺少别人有的东西 但不要缺少对生活的自信 面善心狠的人最喜欢和老实人交往 因为他觉得老实人好欺负 他掌握了人善被人欺的社会规律 在老实人面前假装自己也很老实 用一些假惺惺的帮助去得到别人的好感 然后背地里算计别人 有的老实人莫名其妙就背了黑锅 往往是遇到了面善心狠的人 面善心狠的人总是让你防不胜防 你还是躲开为好 眼不见心不烦 保持了距离 大家互不相干 就能够躲开伤害 你要知道朋友不在乎多少 靠质量过硬 没有质量的社交 不如一个人独来独往 没有意义的热闹 不如一个人的安静 做人要做聪明的老实人 不伤害别人也不被别人伤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